台東警分局封禮派出所1號晚間接獲民眾報案 表示在中華路四段有民眾酒後衝突 原警獲報後到場進行處理 根據了解疑似因為民宿有人唱歌太吵 當地里長接獲電話前往歸勸 卻和民宿的業者爆方嚴重口角及肢體衝突 最後雙方皆被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 也依傷害及妨礙名譽等罪嫌偵辦 從民眾提供的畫面上可以看見 民宿老闆與來歸勸的里長兩個人 在地上扭打在一起 而其中一方不斷的出手攻擊 双方都有所掛彩 並被後續赶來的原警带回所內偵辦 據了解这起意外衝突 发生在這個月一日晚間10點左右 在市區中華路四段上 有一間民宿正在舉辦慶生活動 附近的住戶覺得過於吵鬧 打電話向當地的里長反映 而里長前來歸勸時 卻意外與對方爆發激烈口角衝突 而警方獲報後 也立即將雙方帶回所內偵辦 本分局封禮派出所10月1號 晚上10點左右接獲報案 在台東市中華路四段 有民眾酒後衝突 經原警到場了解 該處應有妨礙安寧情勢 私信與亡信民眾前往勸導 與離姓屋主三人因故發生口角 進而產生肢體衝突 原警將雙方到場派出所後 離王二人仍持續爭吵 警方為避免雙方衝突 故將離王二人分別留置在 所內不同的介護區 並依傷害及妨害名譽等罪嫌偵辦 其中有人質疑 為何民術業者在所內進行偵訊時 沒有佩戴借據儀式 台東警分局也表示 經調閱派出所內的監視錄像 原警在實施逮捕後 雙方均有使用借據 至於原警在偵辦過程中 是否有其他疏失 目前已經交由督察組深入調查中 如有相關的疏失 將依規定進行懲處 記者陳靜靈台東市報導